北京时间8月9日,随着安东尼最终花落休斯顿,今年夏天NBA的自由市场,隐含有具费竞争力的球员,而对于新奥尔良提湖队来说, 他们在刚过去的7月份中,失去了考新斯和隆夺这两位绝对主力,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,而现在,他们终于出手,在前一位内线球员,根据ESPN中名记者沃森普亮,提湖一和线位自由身的奥卡夫,达成了一份持续两年的合同,合同规格唯一在一。 第二年是球队选项,奥卡夫曾被外界媒体和球迷一致看好,对于一个新秀赛季,就能砍下场军17加7的中锋来说,很多人都认为,他的前途一定会非常的光明, 只不过伤病和脚步移动不够快,是奥卡夫无法适应小球时代的节奏,再加上奥彼得的出现,76人渐渐的放弃了这个炭花,而现在,加上奥卡夫,提湖已经拥有兰德尔,龙梅哥,以及米罗蒂奇这四位内线球员, 有球迷就表示,难道几乎想通过内线引左勇士,想让联盟重回内线时代,要不然这也太容易了吧?